这问题应该转向去问孙姨 我觉得 我怎么处理 我还正常叫 我该叫妈叫妈叫爸 然后她的亲戚 我也都会叫舅妈阿姨 我就觉得 首先我们不是那种彻底 而且我们有孩子 对 你没有彻底掰掉的那种 我只是动动嘴而已 然后让大家都舒服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做呢 好 那我就再追问一下 假设你的前夫又结婚了 然后有个场景 你们不得不都在一起 这个时候你称呼怎么处理 我觉得当事人希望我怎么叫 我就怎么叫 比如说她妈妈 如果不是很讨厌我的话 那我肯定还叫妈 如果她是不想再见到我 或者就很讨厌我 但是我又不得不在的话 我就少说话 孙姨讲的非常聪明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关系 你看跟前夫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因为这个事情跟你也不关系 跟他后面的妻子更没有关系 对 我管他高不高兴 对啊 他不高兴才好呢 是啊 是啊 孙姨 那我还有一个情况 想问你 就如果当你有了 你的现任的时候 那你比如说路上 比如遇到她的妈妈的话 你会怎么叫呢 还叫妈呀 就是你带着你的现任 你也会这样叫 对啊 如果不是她俩妈在一起的话 对啊 两妈在一起 两妈在一起怎么叫 两妈在一起怎么叫 对啊 我现任的妈跟亲爱的妈在一起 也很搞笑吧 不是啊 今天真的讲得不太好笑了 孙姨太好笑了 真的很喜欢孙姨你的这种态度 我其实很想跟 就是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这种多元家庭 在未来啊 这种离婚再婚的家庭 真的是越来越多 这种关系其实比你想象的 可能更要复杂 那你在处理这么复杂的关系的时候 非常简单的一条基本原则 就是看是谁和谁是关系 他们谁是谁主角 因为你会把事情给搞复杂了 所以你要把大事化小 小事化美了 别无事生事 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你不舒服就过掉了 成年人的人生就是在不断地切换 有不同的角色 对 而应该要把角色要站稳 对 非常好 你是谁非常的重要 对 对 如果你对自己认知不清晰 那就会闯成大祸 是的 是的 这个说得很好 这个方法 我觉得真的值得婉婷借鉴 对 真值得推广 对 最后建议将婉婷换一首歌 老鼠爱大米啊 对 但这一集里面 其实丽莎姐跟艾薇哥 给了我们很多能量 对 就是老来伴的感觉我觉得 很甜蜜 对 然后又没有轰轰烈烈 嗯 然后又时时刻刻陪伴的感觉 嗯 而且两个人 他们有很多共同语言 对 就是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语言 嗯 就是非常自然地就跳起舞来了 对 非常自然地就唱起歌来了 对吧 手拉手拉 手拉手拉 他也没说你不要误会哦 不拧巴了 嗯 我从来不觉得你一定要结婚 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那是人生选择 但是我特别鼓励大家要有亲密关系 是 不管是老王也好 这个我觉得婉婷也好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误解 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了解自己的 嗯 其实为什么我们社会学里要谈尽忠我 就为什么你要有亲密关系 要尽忠我 其实你对自己 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地了解 我们再见爱人的节目 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更为客观的进中国 因为他把你的形象或者语言都录下来 然后你自己还可以再看 我觉得这是老王真正的成长 也是我们节目很有意义的 老师我有个问题 就是我最近也是在看网上一些言论 网上一些言论 他们很多网友会觉得很理解张婉婷 然后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发言太天堂视角了 或者太刻薄了 然后我会有点怀疑我自己 是不是有他们说的是不是对的 那你在整个看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发言是你真实的体验感受 是我真实的体验感受 那只要是你真实的体验感受 我就觉得啊 就尊重自己 就是尊重自己 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从来没有说过 我们观察是永远是正确的 我们只代表着某一些角度和观点 对 而且很重要的是有时候我们在说的时候 我们其实说的不是当事人而已 我们其实是在说给更多可能有类似情况 那像上一季我觉得王秋雨有一句话说得蛮好的 他说哎呀 直中老师 我觉得你说的好多都不是在说我 我说对对对 我说的是某个类似的状况 或类似的情况 我们在观察室里头我们做的评论 是我每次都在想 我这句话也许可以帮助有类似情况的人去看到别的东西 对